11月5日下午,欧帝老婆郑云彩在微博晒出一张宇宙男神的合影。 这次不止自家老公,欧帝出镜,连老干部或奸华,不老男神林志盈,以及苏建信爱信都奔奔在练。 如此阵容简直太洋眼了有幕有,郑云彩还配完,我的男神今天穿的荧光色衣服,各位可以各自认领男神。 我很多与我知道,可以整个剪裁掉,言语削皮的他这次为了突出众男神,竟然只落了半张脸也是煞废苦心呀。 从郑云彩脸角露出的笑意也不难看出,和这么多男神同框,内心也是相当雀跃。 不过,在他心中老公欧帝,才真正是自己的男神哦,猝不及房地又被喂了一嘴狗粮。 照片中,欧迪穿着荧光色衣服,站在中间,有位墙颜。 他还开心比出剪刀手,分分钟同心为敏,站在一旁的小志林志盈则戴着棒球帽。 穿着灰色休闲外套和欧迪一样开心比威,微笑起来的模样帅气十足,一点也不像四十四岁,完全就是二十出头的济世感。 欧迪另一侧则站着老干部霍建华,戴着帽子的他看向镜头笑意满满。 即便衣着休闲,仍难掩帅气,霍建华旁边的说剑性,一如既往的高人一等,一百九十一厘米的身高,无论何时何地,总会是最强眼的那一个。 看到正云惨的发文后,网友纷纷留言,林志盈怎么这么年轻呢,小志老干部同框,哇,不得了。 本来第一眼看见欧把,然后再仔,记一看,全是男神,同为圈中好友,欧迪,贾静文,林心如东几家都有交集,也经常聚会,可见私下感情非常好,所以看到他们同框的时候也比较多。 而林志盈和霍建华又欣赏同框了,此次也算是给了大家一波惊喜,要知道林志盈和林心如,曾经还是一对很被看好的金童玉女,在分手后各自也收获了美满的家庭,如今看到大家依然是朋友,还是很为他们感到高兴哦。 本文为起额号,侦探娱乐独家发布,未经允许禁止任何方式,的抓取科专载也则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文为作者原创,如设计版权请联系删除。